整件事就是這樣了 你這個傻子, 原來一直喜歡Joey 為何不早點跟Marci說 最糟糕一拍拖, Joey馬上失憶 最壞中途就是殺絕哥話聲 還要玩到奪愛那種, 什麼字數 大哥, 你被人打成這樣 實在太過靈魂氣品了 哥哥的家陣 簡直就是卑鄙無知下流賤家 如果家下不是合家歡字典 我一定要用我畢生所識的錯口 一口氣說出來吹奏他 四個字總結了, 他是喪生病狂 我大哥跟他做了這麼多年的好朋友 經過今晚這麼大件事 我想你也很累了 你別想太多了, 回房間休息一下吧 是呀, 睡醒後 我做個好早餐給你吃 所有的事都是迎刃而解的 好, 我先回房間休息 好, 上一會了 好… 你上一會了 這件事看來是一宗世紀的余案 無論人物, 地點, 時間, 案發經過 都很有疑點 疑點一 阿蓮和Joey貼錯門神, 狗咬狗骨 為什麼突然又是敵人的情人呢 疑點二 Sam和大哥從小玩到大, 感情這麼好 又怎麼會一夜之間反目成仇呢 疑點三 Sam是文藥書生 照樣就捱不了阿蓮兩拳 有什麼理由打到阿蓮哭嘴才行 兩拳, 二點四 大哥之前明明替Sam追求Joey 現在竟然由梅隱變成情敵 整個奪面雙紅真人版 Sam和阿蓮對調身分 Sam就冤枉阿蓮是壞人 還說自己是Joey的男朋友 Sam由忠誠胡鋒 突然變成奸狗的石娟 這種劇情簡直是不合理 內容除了有不當行為之外 還圈染暴力和色情 比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鐘那一套 更加無聊 好像故事大綱那樣說得一口譜 所以不用說了 根據法律, 所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所以一致裁定 阿蓮是罪名成立的 難道阿蓮真是說謊? 但是大哥平時做事 一直都公平公開和公正的, 不會吧 阿蓮是說謊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事呢? 我想到了, 謎底已經解開了 阿蓮是撞車撞壞腦 撞到思覺失了一條 阿蓮, 喝杯茶 你沒事吧? 我沒事, 爸爸 我想知道, 為什麼Chris會和Sam打起來 我也不知道 我剛才和Sam吃完飯, 他送我回家 然後在樓下Chris在等我 他說當天我是為了他才不回英國 我是和他在一起 但是Sam說的話和他一模一樣 那…究竟當天你是和誰在一起? 來吧 我想不到, 我的頭好痛 好了…剛剛撞完車, 別想了 免得浪費神, 別想了… 但是爸爸 如果我和其中一個拍過拖 為什麼我不跟你說呢? 恨女, 爸爸有時連自己和誰在拍拖 都忘記了, 何況是你的事呢 還有, 那陣子你不是和爹在吵架嗎? 什麼都不肯跟我說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 那你到底知道多少? 據我所知, 你的確是喜歡過Chris 我喜歡過他? 那為什麼在我的記憶裡面 我只記得他是一個很壞 很討厭的人, 我沒理由 不…我還沒說完 你的確是曾經喜歡過Chris 但是Chris沒有接受你 因為…總之你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這個人是不可能的 我喜歡過Chris, 他不接受我 為什麼他現在說他喜歡我 但我完全忘記? 還有Sam, 我是否喜歡過他 但他現在… 我好像記得是他喜歡過我 但誰喜歡我, 我完全忘記 你別說你忘記 我現在的頭都被你說得瘋了 女兒, 不要想太多了 爹地約了人, 要出去一會兒 我們明天再想過 你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想過 不好意思, 等了很久 不要緊, 我也剛剛到了 你今天精神好多了 好, 怎麼樣?記得嗎?記得一些東西嗎 還是這樣 慢慢來吧, 身體重要 其實我今天約你出來 是專程替你道歉的 道歉?為什麼? 我那晚實在太衝動了 我知道我出手打Chris是不對的 但是你是我女朋友 我太緊張你才會這樣做 我是你女朋友? 到現在你還不相信嗎? 不是, 我只是不明白 如果我們正在拍拖 為什麼你第一天見我, 你不提 你要隔這麼久才會說 一天最差的是Chris 那天我們在機場 確認了大家的感情之後 然後你就撞車失憶 我很擔心你不記得我 但Chris說叫我什麼都不要跟你說 他說怕你不能承受這麼大的精神壓力 他說讓你慢慢記得就最好 我什麼都相信他 但我沒想到他別有用心 你說我撞車那天, 我們剛開始 那為什麼最後我會跟Chris撞車? 之前我們有很多誤會 你以為我不喜歡你 我又以為你喜歡別人 到最後你決定回到英國讀書上散心 但沒想到你會留了護照在你爸爸上 因為這樣, 我才可以追回你 跟你說清楚, 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我們還要親愛, 很開心的 你不記得嗎? 對 然後我們還打算一起回家 但突然間有個客人急叫我 好, 剛好Chris又去機場送客人走 我就叫Chris送你回家 之後你們就一起撞車了 那為什麼發生這麼大事? 我爸爸也不知道 傻丫頭, 我們發展得這麼快 莫說你爸爸吧 就算連我自己 還沒到最後一分鐘 都不敢肯定我去追回你 那其他人怎麼會知道呢? 唯一知道我最清楚的就是Chris Chris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我當他是好朋友, 甚麼都告訴他 但沒想到他會利用你失憶 欺騙你的感情 他傷害我不要緊 但他不能傷害你 我不可以被人傷害我女朋友 Joey, 你相信我吧 好, 下雨了 謝謝 走近一點, 燙光了 你也走近一點, 燙光了 走近一點, 燙光了 你也走近一點, 你也燙光了 你也走近一點 Joey… 你沒事吧? 沒事 不好意思, 兩位 只剩下這把雨傘 祖兒,你真的沒事吧 七姐,那我馬上回來 對,有事先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我自己走就行了 再見 再見 有沒有印象來過這裡? 不要緊,你跟我來 那天我們倆坐在這桌子上等張先生 他就遲大到 我和你坐在這裡喝了很多杯飲料 還有,那天有個外婆拿著幾袋東西 走過來問我們是否會去梅頭村 我們倆就跟他說我們不會去的 但後來那個外婆不斷叫我們帶他去 然後你答應了 然後我們倆就帶他去梅頭村 梅頭村? 哥哥姐姐,請問你們梅頭村怎麼走?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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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帶我來這裡 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的 之後就來到這裡 婆婆就開始發脾氣, 說我們欺騙她 問我們倆是否想謀財害命 我記得好像來過這裡 我知道了, 你倆在這裡撤貓咪 分明剛才在這裡兜路的 想謀財害命? 來這個 我記得了, 婆婆還撿起了一個牌 那個牌還寫著梅頭村 真的好了, 你終於記起來了 但其他又沒什麼印象了? 不要緊, 我們慢慢走 可能慢慢走, 你會記起其他東西 來 那次我們快要走來這裡 在這棵樹的底下 把我們以前小時候埋在那兩樣東西 你還記得我們埋了什麼在下面? 你埋了一隻白帆魚, 我埋了一個丫叉 那天是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你來玩的時候就被那個胖子欺負 那個胖子就很像寄安 後來你過去就搶了白帆魚 而我過去幫忙的時候就搶了鴉叉 我們分別把那兩樣東西埋在這裡 我…我記得我小時候 可能真的來過南丫島旅行的 是呀, 還有一次我們又來南丫島 剛好又被我們遇上紀安 他還追我們兩個追上整條街 為什麼呢?你想真點? 我們會, 顧客仔 這樣也認得… 花花認得兩個 拖著麥犬和一隻阿叉 讓我給媽媽打三十三爺 你說吧 然後我們就躺了七路 然後不小心就滾了下山坡 然後又撞壞了一隻錶 然後趕到碼頭又趕不到尾班船 這樣就逼著留在這裡 租一間度假屋住了一晚 是呀… 然後好像掉到山上 全身都髒了 然後吃杯麵, 威娃鬼叫… 是呀, 你回想起來 那天我們在度假屋 還要一起看恐怖片 你又怕又要看 我說不看的 你只要拔著我去陪你看 你還看不看嗎? 是嗎? 真的 是呀 發生 紀安, 我跟你說那肥子就是他 麻煩你, 有沒人嗎? 麻煩你, 有沒人嗎? 又是你們兩個 她是主送上門, 不是吧? 你們兩個沒這麼幸運 慢著, 你到底認不認識我們? 你瘋了嗎? 不就空話小子 那他呢? 鞋子嗎?是媽媽的妹妹 金智明,我沒說謊 臭小子,你別這麼陰謊 收錢叫別人演戲 會有報應的,看阿仔也病了 你別這樣 先生,我們這些錢不能收 你收回它吧 別多事了,帶我去… 臭小子,你收手吧 慢著,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搞的? 我認識我了 你說你認識了? 怎麼搞的? 就是你老官收了錢才說認識我? 小姐,你和這位先生根本沒來過 是他給我們錢 叫我們說你是媽媽的妹妹 那就是五百元 我何時有這樣說過? 你怎麼亂七八糟? 你不用再演戲了 人家也給你錢吧 這次你差了,省點吧 Joey…Joey,我真的沒有 夠了,Chris,你實在太卑鄙了 為什麼你要不停騙我? 是否因為我爸爸是Roger 你這麼喜歡錢? 我跟他撐著你 古惑老人家裡處境就像好男前五期一樣 進了古惑無間道 洪兄以為他是反骨仔 東昇以為他是叛徒 最慘的是連他女朋友大大舊也不相信他 害得他被人不吃死貓之餘 還中伴親 天天XO當水飲行屍酒慾 慘了,是男主角嘛 最怕在現實生活裡 真的有人吃了死貓也沒人知道 偷看了這麼多年這些書 得出一個結論 這個世界上沒完美的犯罪 破案就是靠一個字,證 證? 是呀,時間證,人環境證,人人證物證 你想想,那天除了紀安之外 又有誰可以證明你清白? 那天我們去機場乘的士,然後撞車 段古的士不會無人駕駛吧? 對嗎? 你找對方了,我臨時最擅長找人 醫護的司機大哥 大家都叫我司機1083 如果找誰,叫我吧 別吹水,不抹水 LiLi說找到人,放水給你豈不是更實際 阿蓮,我替你查過了 車裡的叫阿水 聽說他通常有這個膠間 哥哥,阿水呢? 阿水? 駕駛駕駕駕駕駛的阿水 他才買駕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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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麼有料? 你真的認識阿水? 認識 有香港的那個阿水 他轉了駕駛旅遊包很久了 不是吧?連旅遊包的牌也有 是誰? 那個阿水是替工而已 前陣子失業頂了幾天 沒做了,聽說他轉了駕駛中港貨櫃 那他有沒有說要哪條線? 深信還是公管? 哪有這麼近 廣州那段汕頭? 好像黑龍江,來回起碼幾個月 黑龍江,這麼遠都有車頭? 這裡最多是那些中港司機打枕 如果阿水還持貨櫃,一定會在這兒鋪 幫你幫那麼多,你們自己收拾 收了這麼久,這局真是蝕了 走吧 天凡地冷,先回家吧 明天, 明天再等一會, 好不好? 你先回去吧, 我想繼續等 你真是神經病 誰這麼晚? 神經病 神經病 有沒有搞錯? 一早就大無私藥睡覺 嚇死人了嗎?舅父 舅父說人客人沒有藥醫的 你們是人不是人 有家人在外面塞縮街頭 還睡得腳腳腳腳 媽咪在外面還等那個阿水? 我以為他見黑了 大哥真是不愧為一代情星 為了Joey居然在外面等一個不知道回不回的所謂證人 回不回也不要緊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阿倪呢?真是 記不記得也無所謂 人家也不領情 像是漢奸走狗買國賊 到了這個時候 你們居然說出這種風涼的說話 如果你們相信阿倫的話 這個大老子年 就不會這麼糟糕在你們的蜜蜂追身上 他得到家人的資訊是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你們有看電視的 為何不看廣告呢? 每天關懷十分鐘, 聽聽少年心底夢 你們明白嗎?你們不理嗎?我理 中國有讓利為衝出地球 金家人有利衝出愛情的枷鎖 不惜為愛情拋奴奴, 為真理散熱血 始終你們有沒有關心過他 你們慘不慘愧?你們羞不羞恥? 好, 說得好, 這些才是金家人說的話 正所謂錦上天花意, 雪中送炭 阿日, 媳婦, 阿月, 莎莎, 阿錦 好, 我想是時候我們應該再做點事 說得好, 好, 我想好了 你去分析吧 我們要回想你去分析 你去分析 你去分析吧?我去分析 我去分析走我吧 我去分析 我去分析, 別誤我去分析 你去分析吧, 每個人都去分析 我去分析吧, 算我去分析 關心愛心, 似是陽光 你們幹什麼? 我們來支持大哥你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共商善舉 齊齊勾勾, 小金蓮 阿蓮, 我們知道之前誤會了你 不過你放心 媽慈和家人永遠都站在你那邊 不用說了 男人、老狗的所有事情都在心中 這裡先來 開箱 我記得我以前查過那宗指甲床邊案 就像你這樣 二十四小時站在街上等目標人物 等人最重要是有心有力 還要有氣有力 吃飽才等都還沒遲 我記得在街上吃火鍋不是拿了很多東西 最重要是可以吃的 你看看, 又有牛肉、蝦、蟹 還有生蠔 真的像吃狗大鬼一樣 怎會?你猜而已 連辣椒、豉油、豆瓣醬、雞蛋 全部都拿出來讓你選擇 還有香濃味道的鴛鴦豬骨湯底 有果盤, 油膩糞 簡直是九樓隔壁一樓兩瘦 你看到嗎? 這間出單位千錢真為大 上… 為何還不吃? 竟然沒人記得帶筷子 沒筷子怎麼吃? 根據法律, 所有疑點利益都歸於被告 所以一致裁定… 所以一致裁定 走著浩南前五期嗎? 不行, 捏斷了 好, 行了, 可以來了 剛剛好可以來到這個筷子 潘河章 潘河章 對不起